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是怎么区分春兰和惠兰 就是说在没有开花的时候 如果开花的话 大家可能多认识 惠兰一杆上有十来朵花 春兰一般来说是一杆一朵花 和少有的是双头的 那么在没有花的季节 怎么去区分春兰和惠兰呢 我给它分了有这几个步骤 然后一一的来分解一下 有些朋友说春兰和惠兰看叶片要知道了 春兰的叶片矮 惠兰叶片高 那我现在手上这两盆 哪一盆是春兰呢 一眼看过去 这盆叶片要高 这盆要矮 但是事实上 这边是春兰 这边是惠兰 现在我们就把镜头放进 然后仔细的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惠兰的叶片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惠兰的叶片 它在这个叶片上 在逆光的状态下 很明显的有这个树的条纹 会非常的清晰 树条纹非常的清晰 在逆光的状态下就更清晰 像这样的会非常清晰 再看一下右边这本春兰 春兰叶片呢 很明显就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金 我们叫金啊 没有那种金 它即使在逆光下 也是只有中间这个叶极 叶极的部分 就是凸起来这个地方 叶极部分有一条 比较明显的 但是只有这么一条 不像惠兰的这样的 有很多 这是从叶片上的 最直观的从叶片上来 分辨这个 春兰与惠兰 这样放在一起的就非常的明显 对比起来 看完叶片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 春兰这个在这个叶极上来 这个位置 就是我剪刀头指的这里 有一个环转的 叫叶柄环 叶柄环呢 用手去摸起来 它是像竹子的竹节一样 有点像竹节的感觉 这里是凸起的 春兰呢 惠兰呢 是没有这种叶柄环的 现在呢 我们是盆土上部的 已经看完了 先看叶片 再看叶柄环 我们再把它倒盆倒掉看一下 这是有叶柄环的那个春兰啊 这盆是春兰有叶柄环 这里叶柄环看到的啊 然后呢 这边呢 是惠兰 很明显呢 是同样苗情啊 苗呢 是差不多的 看起来 春兰还因为要高一点 但是它们的根系是完全不一样 惠兰呢 跟的明显要粗很多 要粗壮很多 这是根系 惠兰的根系呢 比春兰的粗 而且壮 两颗兰花现在都已经发新芽了 这里的惠兰的新芽 发了有 一个两个 三个 多发新芽了 春兰也发新芽了 一个两个 从发新芽的这个部位 因为我们都前面讲过的 兰花发新芽呢 是从芽头部位分裂出来的 惠兰的芽头呢 就比较扁 平比较扁 没有那么明显的凸起 盆起 再看一下这个春兰 春兰的芽头呢 就非常明显的 它是盆大 这是叶积 叶积的粗壮 然后到这里呢 到这个地方突然就盆大 像大蒜头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的 从这个位置分裂出新芽 这个新芽呢 非常的壮 这个芽头 也是盆大的一个芽头 也分裂了一个新芽 包括这边的这个 包括这边这个 也是一个盆大的一个芽头 分了一个新芽 惠兰呢 是很不明显的芽头 它没有春兰那么盆起来 没有春兰那么盆起来 相对是扁的 它是扁的 不是那么像大蒜子一样的 凸起来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怎么曲风 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曲风 春兰和惠兰呢 第一个看叶片 叶片的脉络 经脉 惠兰的非常的清晰明显 春兰不是那么很清晰 很明显 第二个呢 就看叶秉环 春兰有叶秉环 惠兰没有叶秉环 第三个看根部 惠兰的根部肯定是粗壮的 肯定是比春兰粗壮 如果在苗芹相同的情况下 惠兰的根会粗很多 第四个是看炉头 春兰的炉头呢 是盆大的 像大蒜一样 它是这么盆起来的 惠兰的呢 它是不盆 相对的是扁的 平的 扁平的 不盆 就在四点 一个是叶金 一个是叶秉环 炉头和根细 这样区分春兰和惠兰 就没有问题了